那会儿胡吐里有一个姚大爷 哦 有一个老头 老头姓姚 姚大爷爱唱这个 是吗 我就是天天了还给人干活 干什么活 他那会儿抽汗烟 卷烟叶抽 是 我给人家搓烟 把那烟丝梗子摘出去 让老头觉得我可爱 讨好 干活呢 姚大爷 再教我一段吧 老头挺高兴 叼着烟卷 还抽 好啊 真要学 学 您教一个 这还得赶紧学 这个 到不你明儿来来吧 哎呦 今儿要弯了回去 是怎么着 教你一段 您来吧 但是啊 小孩听这个 你们听不了 总听不了啊 你知道屈原吗 呦 屈原知道啊 其实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 想 知道 知道屈原 那教你一个跟五月节 五月五有关的民间小曲 五月五 纪念屈原的 要对这些个英雄人物 有所了解 你看老头还真不错 来吧 去原的啊 嗯 去原的 你们偷偷摸摸摸的 听着啊 嗯 嗯 五月五月 五月嘛五月里呀 月儿照花台 胡亭门外 有人叫乖乖 原来是我的情歌来 情歌你走过来呀 情歌你走过来 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 脚步你要轻轻地买 你到哪里去吃酒啊 哪里去打牌 哪里贪恋人家的女群差 倒叫小怒花哉 心怀哀哀哀哀 曲缘啊 哪有曲缘呢这里 这调子倒是挺好听 这教孩子有点不合适吧 回去学去 过两天还得检查呢 还复课呢 这玩儿 我家真背啊 背完了给唱一遍 行行行行 咬大 拿瓶啤酒 喝 好的 叫吧 全毛病 在教你唱一个宣传这个 过去古代女英雄的 女英雄 什么 木龟英啊 梁红玉啊 黄木兰这些女英雄 这好 学会啊 来吧 这老头亏着心呢 这老头 听这个啊 嗯 就是英雄啊 我们听听英雄 好月呀 当空啊 如同伯舟啊 有姑娘们坐呀 就在青楼啊 写一栏杆两泪交流啊 我要先从凉啊 跟着那庄家哥们儿走 怕得是起早贪黑 不得自由啊 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 都是女英雄啊 哪有女英雄 就教这个玩意儿呢 我还挺高兴 哦 爱学爱唱 过两天 腰带再教一个吧 还上瓶子 就是教你一个 嗯 绝版的吧 绝版的 这个小曲的前俩字叫十八 邻居也高兴啊 哦 我邻居还都围观呢 是啊 但是咱们不能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说出来他们有人举报 咱们受不了啊 哦 不行 对对 咱们小曲已经经过加工了啊 咱们叫十八不让摸 你看很正直的 哎 同样的一件事情 看你表达方式 就能决定他的性质 是吗 哎 我要跟你睡觉 这就是个流氓 哦 我跟你一块起床 这是徐志摩 嘿 这么解释 哎 准备现在教你唱 嗯 要唱还没唱 嗯 警察叔叔来了 得 给姚大爷弄走了 哎 叫做饭 十五天之后才看见 嗯 哎呀 你回来了 刚回 姚大爷 姚大爷 嗯 闭嘴 怎么了 倒霉倒霉你这孩子身上了 人有什么关系 你 你啊 你也唱不了这个 怎么呢 你嘴也不利索 怎么不利索啊 什么姚大爷 啊 我姓于 于大爷 我姓的说向上鱼签 没听说话 说着说着转我这儿来 大爷 我只想找您 您有没有那个正能量的 教点好的 有有有有有 有吗 赶紧给你唱一个啊 哎 哎 唱一会儿 我还得唱 有人没人 怎么了这是 听这个啊 赶紧唱 嗯 混沌出啊分 天地不开 才引出朗朗乾坤 画画世界来呀 都说是英雄 造诗诗 苍天也不睁眼 就把这个英雄卖 恐夫子无事 昆尘才呀 江泰公不得失 坐在了钓鱼台 好可贪 人生在世 几十载 还不如抽烟喝酒 把头烫起来 太唱了 下面请您欣赏 学外语表演者 高峰 鸾云平 谢谢 谢谢各位青岛的父老乡亲 看见大家呀 真跟见着亲人一样 对啊 发自内心的感谢大家 各位朋友 我们上这儿看望您来了 谢谢 特别的激动 是 刚才郭老师连说带唱 说了两段相声 您在这坐着一共听了四段相声 真是一个相声的盛宴 相声的晚会 郭老师这人非常全面 能说能唱 而且还能教徒弟 对 刚才出场的都是郭老师的徒弟 他也是 那是我老师 他是郭德纲的爱徒 郭德纲徒弟很多 一百二十多个 爱徒有限才一百一十四个 基本上都挺喜欢的 不喜欢能受为徒弟吗 对 他是郭老师最爱的一个徒弟 他呢 各位朋友也比较熟悉 但是也有个别的观众 不认识您 给大家呀 说一说呢 对大家呢 尊重 有这必要 来到青岛不容易 是 你在这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了断 我就留青岛了是吧 不是不是 自我自我了解 自我 自我介绍 介绍介绍 对对对 您贵姓 不敢见姓鸾 您就说白话吧 姓什么 姓鸾 姓鸾 对 要不说咱大伙听着耳声 这个姓很少 不多 他不在百家姓里头 嗯 百家姓没有姓鸾的 呦 嗯 不不 有姓鸾的 百家姓有姓鸾的吗 当然有姓鸾的了 赵前孙鸾 赵前孙李 没有你呀 你在哪呢 百家姓就四个字啊 不是 你在哪呢 在后边呢 周吴正鸾 周吴正王 封臣吹鸾 封臣储鸾 你还储子都趴去了 蒋阪寒鸾 不不不不 您在哪呢 后边有这么四个字 啊 宁求鸾报 哦 宁求鸾报 嗯 有这句吗 有 我小时候背过百家姓 赵前孙李 周吴正王 封臣储位 蒋陪寒扬 朱秦有许 何吕诗张 孔曹炎化 金为淘江 机械邹御 白水斗张 云苏攀阁 西凡棚 我背过百家姓 是您都背出来了 后头好像有这么一句 肯定得有 宁求鸾鲍 对 您就姓宁求鸾鲍 我外国人四个字的姓 那您是 我是宁求鸾鲍里边那个鲍 鲍鲍姓 我怎么姓鲍 您不说姓鲍吗 鲍 姓鲍 对 这我们就不明白了 您说百家姓这么多姓 是 您为什么偏偏就姓鲍呢 这个他不赖我 哦赖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不赖你也不赖我 你说赖谁啊这是 这赖我爸爸 哦赖谁 赖我爸爸 你爸爸够多的 去去去去 哦赖你父亲 那为什么赖他呢 这个 这咱不明白 这也不能说赖我父 啊为什么呢 这道理是什么呢 这是高增祖遗留 此随父姓 哦 这事叫高增祖遗留 那你应该姓高啊 还是随我姓 高增祖遗留我就姓高啊 高增祖遗留嘛 高增祖遗留我得姓刘 哦姓刘 刘先生 你是折腾是吧 你不说你姓刘 姓鸾 姓鸾 对 鸾先生 您先生 鸾老师 您老师 鸾老师贵姓 姓赵 都鸾老师了还贵姓 这都是您自己说的 鸾老师肯定姓 姓赵 姓鸾呢 姓鸾呢 对不对啊 一直姓鸾啊 一直姓鸾 准姓鸾 准姓鸾 就姓鸾 就姓鸾 不改了 不改了 你要是姓鸾呢 我不是东西 你 你是不是绕着我呀 都是你自己说的 我就姓鸾 咱别折腾了 行不行 不是折腾 您没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 通过咱们一聊天啊 说那么半天 这么一交流 观众对您印象深刻 下次再见这孙先生呢 您就可以啊 我我呀 我姓鸾 鸾先生 再见鸾先生 您就认识了 是 姓鸾 您叫什么玩意儿啊 人有叫玩意儿的吗 那你是不是玩意儿啊 我不是玩意儿 不是不是 我怎么叫不是玩意儿 咱刚说完这个姓什么 后边您叫什么 那叫名字 您叫什么呀 我叫鸾云平 鸾云平 这名字多好 怎么好 提完鸾云平 在座的五千多位 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哎呦 我给您鼓鼓掌 是 确实啊 鸾云平的相声说的不错 这三个字呢 搁的一块也好听 鸾云平嘛 鸾就是姓鸾的鸾 云就是云平的云 平就是鸾云平的平 你老折腾我这名字 也不干嘛 让大家对你印象深 他在德云社呀 很了不起 除了是相声演员之外 还有一成身份 他是 你看看 朋友们都一块在喊齐了 他是这个 哦 哎 副总 赫兹了 他是德云社的副总 跟我不一样 那你呢 我是德云社的父亲 您呀 您哪两个哪待会儿好不好 都有个副字 您不是父亲 我是 您傻子 德云社的副总 德云社 郭德纲手底下 不可或缺的一粒重要的棋子 安插多少年了 了不起 现在实话实说 也有点知名度 现在不叫知名度 叫流量 对 说实话有点流量 每月三个G 超了您自费 您说那手机的流量 您说的呢 咱不说这个 就是知名度 知名度很高 上台呢 观众朋友 报以热烈的掌声 是 就证明啊 观众熟悉你 但是您再熟悉 也没有我熟悉 我们在舞台上 合作很多年了 对 私下里 关系也比较密切 朋友们 有知道的 有不了解的 我再普及普及 您介绍介绍 我是他爸爸 的干儿子 你这人太不礼貌了 啊 我这说了一半的话 你一打断我 观众朋友 误认为 我是你爸爸 没有这么认为的 后边还有半句 这位不会缓气 我是你爸爸的干儿子 您说清楚了 对不对 对 他是我儿子的干爹 我媳妇是他妈的干女儿 他妈是我媳妇的干娘 干娘 你打人干嘛 像话 为什么打人 说话不会断句 你不是不会断句 不得慢慢介绍吗 你全是那长辈 关系没说错呀 你当上朋友吧 你说 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 的干爹 对 谢谢 好家伙 你是我爸干爹 您这辈儿还要往上走啊 你不说对吗 不不不啊 我管他爸爸叫干爹 对 为什么呢 我们俩人关系好 嗯 甭说我们俩人 两家关系都密切 是 对 事交啊 这种情况叫事交 事交 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对 他爸爸跟我爸爸关系就好 嗯 我爸爸跟他爸爸关系就不错 哎 他爸爸三天看不见我爸爸 怎么样 堵着我们家门口叫我爸爸 不是不是 就是这种关系 哪种 您说的不对 哪不对 我爸爸三天要看不见你爸爸 他想念 堵你们家门口叫你父亲 也可以 不是 我倒不挑 我倒不挑 叫你的父亲 的父亲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父亲 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 就是你的爸爸叫我的爸爸 对对 两个老头之间有交情 是 我没说错呀 对对对 对不对 叫我爸爸 哎 那你们家就不上我们家叫一叫吗 也得叫啊 互相的吗 是 与水之情吗 喝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不错 哎 他儿子跟我儿子呢相当友好 对 我儿子三天看不见他儿子 赌他们家门口叫他儿子 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儿子一喊你就出来了 确确确 那是小哥俩的事 对 就是祖祖辈辈都是好交情 就是关系好 说实在的啊 他就是北京人 对 北京人 您要是上过初中历史的 您就有这个概念 翻开历史书 头一篇就有他那个形象 仨字北京人 那就是他 您说那儿北京原人 就北京人 您不北京人吗 不不不 我北京人 哦 不是那原始人 北京市生人 对 现在家还在北京 还在北京 有些日子没上 您那儿串门去了 您看看 您现在搬哪儿住去了 我呀 在哪儿住呢 北京有个小区啊 叫新兴小区 新兴小区 对 在那个医院后头那儿 对对对 新兴医院后头 不不 新兴小区 新兴小区 对对 您住新兴小区 对啊 哎呦 朋友们 要不聊天有好处呢 怎么处 碰上邻居了 你这不巧了吗 我也住新兴小区啊 啊 在北京新兴小区嘛 我以为我们俩就台上是搭档 还有这层缘分 你看 不是他搬那儿去 我也住新兴小区 那我在这小区里 我怎么没见过的 那很正常 哦 小区人你都认识 您出去的太早了 哦 我回来的又晚一点 咱没时间串门啊 那很有可能 对吧 是 您在新兴小区 住几号楼啊 我三号楼 几号 三号 这不巧了吗 您说这不巧了吗 我也住三号楼啊 啊 我也三号楼啊 咱俩一楼 对啊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的早啊 我回来的晚 没时间串门啊 哦 您在三号楼 住几零几啊 我802啊 几零几 802 您说这不巧了吗 您说这不巧了吗 我也802啊 我也住802啊 那咱俩都一个屋了 我都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没时间串门啊 我床上啊 这不巧了吗 这不巧了吗 我也在床上睡啊 咱俩都一床了 我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太早了 我回来的晚一点 咱没时间串门 哦 您晚上睡觉 铺的什么盖的什么呀 我铺一红褥子 盖一蓝被窝呀 这不巧了吗 我也铺一红褥子 盖一蓝被窝呀 都这么怯我们 咱俩一被窝 我都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没时间串门 我出去也太早了 您晚上睡觉 搂着谁睡啊 我搂我媳妇睡啊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这我 我也搂你 就就就 非得说出来是怎么着 怎么了 不是你不成心捣乱 不是我问你 哎 您在哪住啊 我呀 我 还没找着房呢 没地儿住 没找着房不行 没找着房 没找着房不行 为什么 不不你从哪来呀 一会儿这回哪儿 你得有个窝啊 我住网吧 网吧不行 住院了 不成 都不行 安贯寺院车站码头 一概不行 哦全都不行 对 你问我们家在哪儿住 哎 我们家住动物园 你跟猴住一块 动物园是那个地区的名字 那个地区叫动物园 我就住动物园附近 动物园旁边那小区 哦 动物小区 动物小区啊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怎么了 我也住动物小区啊 哦 你也住动物小区 我也动物小区啊 住着吧 那房子挺好的 那不行啊 看猴看熊猫都方便 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你得问我呀 我得问你 对 你叫什么呀 罗云 不是问这个 那问什么呀 那你怎么没见过我呀 问什么 你怎么没见过我呀 我见过你呀 我每天都能看见你 那也得说没见过 哦 也得说瞎话 对 说没见过 哎 行行你别着急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您那住几号楼啊 我三 这我问你 你不让我问你吗 你问我 你问 快问 哎 您那住几号楼呢 呃 六千号 这一小区有六千多个楼啊 咱那不大小区吗 你忘了 我 六千号 我也六千号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对对对 有可能 您住这六千号楼是几零几呢 我住那个ABC 这听着像个牌子的名字呀 什么意思啊 这ABC是个什么意思 我乐意 我网上买的ABC 我贴上 一看这个就到我们家了 这不巧了吗 嗯 我也ABC呀 你也住ABC呀 我也住ABC呀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哦 有可能 您住这ABC是主卧还是次卧呀 我住的主要那次卧 这叫什么卧呀 中国卧呀 什么叫主要那次卧呀 咱那不是三十一厅吗 嗯 一个主卧 俩次卧 哦 我住的主要的那个次卧 我也主要的次卧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你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有可能 您是在床上睡 还是榻榻米上睡呢 我在床上盖一榻榻米 在那上睡 你这倒不怕发大水 对我惦起来 我也床上盖一榻榻米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咱不得拜街坊 对对对 您铺什么盖什么 整什么的 我铺着一个塑料布 盖着一个凉席 整着一个榴莲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哪巧啊 我也铺一个塑料布 盖一个凉席 你是不是睡反了 我一睡着了 就爱瞎折腾 我也整一榴莲 你也整榴莲 对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餐 不得拜街坊 对对对 这就快到了 你晚上搂谁睡 我搂你媳妇睡 我也搂 这儿白费劲 怎么回事 还搂我媳妇睡 对呀 你也说 我也搂我媳妇睡 这不是捞回一天来吗 就证明 证明我们俩人关系近 对 你看看 都这种关系了 你想想能不近吗 确实近 关系也近 关系也好 这是我们俩的交情 说相的都得多才多艺 什么都得会点 郭老师刚才 连说带唱 第二个演员 找不到 整个中国相声界 不是我夸奖郭老师 没有第二个演员 会得这么全面 是 人家嗓子好 嘹亮 这是天生的 对 先天条件好 优秀 加上后天本人的努力 所以人唱得好 敖阳这都是这情况 我这个嗓子 天生条件不行 后天我也不能努力 所以在我这个 你后天怎么不能努力 后天我有事 咱说哪后天 就这后天 后来长大以后 嗓子不行 就没下过功夫 怎么办呢 唱这方面差一点 我已经练手了 我已经练手了 手是什么意思 练这个手快 手快干嘛 您知道吗 变魔术 细法 我会变魔术 这个魔术 跟咱们中国这个细法 它有区别 这分别在哪儿 不知道哪位 您看过中国的古彩细法 穿着个大罐 手里头拿着一个 跟小背货似的 有一词叫哇的 对 比这手绢大一点 对 往身上这么一搭 各种东西 它都能变出来 冰盆大火带水 这带碗的 那鱼缸一变一大落 变出大瓶子 大火苗子的火盆 这是功夫 功夫 真功夫 今天来到青岛了 我也特别高兴 好 我给您学着 变一回中国的古彩戏法 您爱看不爱看 可以 我也是临时起义 我也没带着那些个东西 咱就变出什么算什么了 一般变戏法的那些个东西 都在身上带着 是 你看那戏法演员一出场 得有三个孙岳这么胖 是 身上装的都是东西 都满了 我这个你看不怕检查 什么都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袖子里边什么也没有 咱就愣变 变得出来呢 你也别高兴 变不出来呢 你也别恼火 注意咱变个试试 咱也没那东西 拿这手绢了 得说很多的话 有那词 这词叫瓦的 瓦的 你看这个瓦的面是没戏法 里儿上藏不住 什么都没有 没有夹带藏椰 摔不摔吧 揉不揉吧 砸不砸吧 拿过来之后 给您一种啊 这个违心的感觉 但是道理都是违物的 我要变好了 你也别高兴 再好的精密仪器 也有误差 也有差距 我要变不好了 您哈哈一笑 就当我呀 给您添个小笑脸 喊得一块 拿过来什么都没有 往台板上一扑 吓吹口大气 东西 这就来了 掌啊 开 还真成功了 掌声啊 掌声啊 哎呀 怎么样 您的鞋是吧 哎 干嘛呀 你送给他 我这又没了 老天 我说你这够味的呢 哎呀 这是给大家 您 啊 增添小笑料 不是啊 不是这这叫戏法啊 戏法是假的 这道理是真的 你这是穿着鞋变出 这叫什么能力 变出来 大家哈哈一笑 有个笑料 也是戏法的一部分呢 为什么我刚才说练手呢 除了练这个之外 啊 说向上说学逗唱的唱 太平歌词 对 郭老师唱了 还有一个呢 叫鼠唱来宝 鼠来宝啊 也是说学逗唱的唱 嗯 这不好唱 后来发展成快板书 对 这个我下过功夫 比较拿手 各位朋友 有听过 有没听过的 来到青岛了 咱是全方面 给您展示展示 我再给您 唱一段快板书 哎呦 我们这德音社 要唱快板书 唱得最好的 啊 还真得是这位老师 哎呦 您这是夸奖我 哎呦 您是客气 快板书有三大派 对 王派 李派 高派 王高李嘛 哎 都不一样 嗯 把这个主板拿起来 给大家唱上一段快板书 同时呢 让你来听一听 我唱的是哪一派 好 哪一段 嗯 听着 啊 还真是不错 来 您唱吧 他们照相呢 行行 你再让雷劈着 照完了 那我开始唱了 你注意听这是哪段啊 我说的是 哪段 你还没说呢 我知道哪段 精神集中 我说的是 剃头的师父叫大老王 家住在青岛王家庄 从小学徒啊 是个理发将 他每日礼 挑着个担子 走四仙 别唱了别唱了 说这一天 别唱了别唱了 大老王来 别别别唱了 大老王剃头啊 这段都知道 你都唱出来 大老王剃头嘛 啊 对对对 这个 这个不算啊 这叫热身 哦哦热身 我再唱一段 你就不知道 好好好 刚才那不算啊 那算赠送啊 不担要钱了啊 听这个了啊 眼花溜了 21岁的小寡妇 少兴没神 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 过了门子犯白群 死了那个鸾云瓶 过了门子 别强奔了 一大段 证词是死了那个当家人 当家人就是鸾云瓶 这段叫小寡妇上坟 这段你都知道 我知道 我不给你留面子了 不必 我可不留情面了 好啊 一个李派一个王派 我可都展示了 还剩一哪个派 还剩一高派 还剩一高派 高派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这你就不知道 好啊 我最新挖掘整理出来的一段 高派 听这个啊 这段你就不知道 这个同仁堂啊 那开的本事老药铺 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 药王爷就在当中住 石的名医 列着两旁 先拜这个药王后 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这个药王爷 他是本姓孙 他是七龙跨虎手拈针 那科的先生孙思淼 外科的先生话多高啊 这个孙思淼 一道高 三十二岁 宝当朝啊 正宫国母啊 得了病 这个走县浩墨治好了 这个一针治好了 娘娘的病 他两针治好 龙一条 万岁一见 龙心喜 亲身选 他在当朝啊 封他的文官他不要 封他的武将 他不投摇 万般给他出在了无忌奈 亲赐一件大黄袍 在一旁怒挠哪一个 怒挠了竟得老英豪 那个微臣我 东挡西沙 南征北战 跨马轮边功劳大 我主万岁你瞧不着 就凭那小姐的先生 开了个药房治好了 娘娘的病啊 我主就此大黄袍 革职为民 臣我不要 黄袍的事情我不饶啊 他说着脑来倒着怒 这个手提钢边 赶黄袍 这个药王爷 尿法高 脱去了黄袍 换红袍 这个黄袍供得了药王 搞黎民百姓 才把香烧 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 您老这个兰桂三尺三寸三分高 这个一边供这个亚药年 他一边摆着这个炸药刀 炸药刀 亮汤汤啊 各种草药 泥了仙肠 先炸这个牛黄和狗宝啊 后炸槟榔与舍香啊 乳香末月是姐俩 被母冰片有大黄 头人搂着杏人睡 二人躺在沉香床 睡着三更 九半夜 胆大的牧贼一跳进墙 倒走了水银五十两啊 金毛狗根叫汪汪有丁香 他给陆容去送信 人身这才做了大堂 佛手抄起 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 他的这个陈皮流鲜血 鲜血甩在了木瓜上 大苏丸小苏丸 旁的海地流圆 狗皮高又贴伤寒 我有心接着腰名往下唱 唱到了明天唱不完 这就是同仁堂 一个小段我祝大家 身体健康 福寿双全 谢谢 行行行了 谢谢 行了 他都听傻了 终于有一段他不会的了 谁谁听傻了 你 你不会 是不是同仁堂吗 又听出来了 那又听出 你头一句就是同仁堂 开老药铺啊 那你怎么不拦着点我呀 我累死你就算完了 哎呦我说他孙子他平常还不爱听呢 嗯 就是怎么哪有这样 哦他听出来了 他不见他非得把我把这唱完了 哪有这样的 这段鱼签都唱臭了这都不知道 那是网上放臭了 他一共唱过一次他就 哎 咱就说呀 传统文化 嗯嗯 通过我们俩刚才啊较量啊 或者说什么的 那都是没用 对 展示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目的 哎是 说像是说学逗唱 郭老师唱的太平歌词 嗯 还有这个鼠来宝 这都属于唱 对 刚才陶阳老师给大伙展示那些个 那属于学 学 哎说像是的除了能学地方戏 地方方言之外 还能得学点别的 啊 光这个地方方言 不够像是演员掌握的 什么意思 你看看 九月份开始啊 郭老师带队上海外演出去 啊 九月中旬 你到了外国 你说我会说天津话 会说青岛话 没用 对 到外国人听不懂 那得说外国话 对 到外国就得说外语 对 嗯 你马上也要出口了 对吧 出口 我不是出口 我转内销的 马上你要出什么 出国了 出国 嗯 你会说外语吗 不行 对吧 你也得学点外语 嗯 到了国外啊 好交流 啊 还来得及 还有一个多月 是 学学学 学外国话 学学外语 我找不着合适的老师 我呀 我 你会说外语 不会说能教给你吗 我教你说外语 那您会说哪国话呢 你算我徒弟吧 啊 咱在这个舞台上举行一个小小的拜师仪式 哪跟哪啊 你在这舞台上 你给我磕仨头 你就算我徒弟了 不 去去去 啊 给我磕仨头 不像话 来来来磕头 磕头 说什么 哎观众朋友 掌声让他给我磕头 磕头 你算我徒弟 我有师父 啊 那郭老师我师父 我不嫌弃 不是他嫌弃我还有别的师父 不能拜我为师 不能不能不能 太遗憾了 那你光磕头吧 那倒行 啊 我有毛病是吧 不是 磕仨头啊 我算你干爹 然后呢 我算你干爹 还又急了 又急了 我教你外语 我还算你干儿子 不不 哎 不 你都会哪国话 我就好像拜干爹 哪国话都会说 都会说 你学哪的 我就会哪的 是啊 对 那你哪个话 拿手一点呢 英语啊 英语 英语比较通用 大伙都熟悉 嗯 你学过英语吗 没有 没学过 上课的时候 没认真听讲 一点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那就好办了 嗯 你要骗我 对吧 不是 你要不会呢 我教基础的内容 比较简单 行 啊 学英语呢 就这么几个步骤 嗯 第一步是字母 字母 第二步是单词 啊 第三步是音标 哦 然后是语法 啊 句型 对话 就可以了 嗯 对很简单 第一步字母 学英语 首先要学好22个字母 在这基础上呢 您调第四个 什么呀 26字母吧 我说多少 22 对反正不到30嘛 是吧 是 我22个字母 先学完喽 然后再学四个字母 嗯 知道吗 这个字母行吗 字母 字母 嗯 字母还没问题的吧 阿波斯多都可以哈 那是英语吗 还得站格呢 给你个五线谱 你能写对了吗 五线谱 就是那个谱 啊 那不是音乐 五线谱 就格的那个 能写对了吗 没问题啊 字母呢 咱就pass了啊 嗯 跳过了啊 然后就是单词 单词 单词得下功夫 是 大量的积累单词 嗯 不能拿着字典 天天的出功不出力 天天的abandon 那不行 所有字典 第一个词 基本都是abandon 这词就不好 天天让你放弃 是吧 你得下功夫 嗯 每天背30 背50 还不能忘 你单词掌握量怎么样 太少了 我考考你 嗯 别紧张啊 我说中文 你给我翻译成英文单词啊 咱咱聊聊 苹果 apple 行 可以 这就有点基础 有点基础 香蕉 banana 行 你看看 这不可以吗 别自卑啊 别自杀啊 什么时候有这计划啊 橘子 orange 你看这都会这么多词呢 不是这不啊 嗯 桃 不会了 不会了 第一课告诉你啊 桃叫 郭德纲的脑袋 什么乱七八糟 咱别糊涂我啊 让你放松 不不不 让你放松 桃啊 英文发音 桃叫 吃屁 peach peach 老师你到底想吃什么 想吃 吃桃啊 桃 英文竟是倒装 弄不好就装反了 桃叫 peach peach 哎行 学得很轻松 冰箱 不行 这不是水果 我用你告诉我 我怕你在那水果范围里找 冰箱属于电气 这别 我告诉你啊 冰箱叫 freege please read after me freege oh please read after me freege 这老师有两下子 don't worry freege follow me freege take it easy freege lauder please 行 行了行了 老师 您刚才说这个 哪个是冰箱来着 太废物了 这人太笨了 还没猴震机灵的 你哪的事 说半天了 freege freege 你怎么回事 freege 啊 剩下词不是启发你 你别别别 你是起哄了 你开始 freege freege 哎行 这不是很好吗 头 peach 哎 冰箱 freege 对冰箱freege 冰箱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对同一词嘛 八开门的 谁家冰箱是八开门 这不太平间吗 这人呢 刚出来三天就想家了 你看 我这解冻了 太平间干什么呀 八开门多功能的呀 现在冰箱不正十字开门的吗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小门呢 嗯 八开门不新鲜 就是也是冰箱的意思 另外一个词叫 refrigerator 嗯 please read up to me refrigerator 他一听就是八开门的 嗯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重音不太好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行 这就可以 行 哎 为什么说这词呢 这词有点代表性 嗯 它能反映英式英语 和美式英语的区别 哦 它不一样 这还有分别吗 哎 刚才教你这是美音 嗯 美式发音 比较轻松 refrigerator 比较轻松 嗯 英音说出来呢 声音靠后 是 哎 比较有绅士风度 英国人说这个词这么说 叫 refrigerator 声音靠后 哦 您别是教授吧 他们也有这么叫的 哦 能听出区别来吗 区别的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嘿 what's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refrigerator and refrigerator 不一样 你外国话这么好 你何必跟我们这儿 说相捣乱呢 哎呦 我就是福音呢 啊 教你们来了 啊 我感觉捣乱来了 捣乱干嘛呀 你看看 这个英文啊 说出来 英国英语 有意思 哎 那您还得是成片呢 穿着西服 啊 戴着草帽 拿那个 西服草帽 也有那种礼貌型的草帽啊 啊 巴拿马草帽 一讲话 非常有派头的 嗯嗯 英英啊 hello hello everybod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the乡亲们 my name is mary 行行您合着吧 嗯 乡亲们什么意思 傻了 学傻了 乡亲们都不懂 乡亲们呢 就是跟我原来是一个村的 后来呢 我呀就到咱们青岛市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让你这解词来了是吧 你不问乡亲们什么意思吗 我说你这外国话里边怎么有一乡亲们 哦 你那个意思 为什么这个英语当中有一中国词乡亲们 这怎么解释 知道怎么回事吗 说出来 说错了 说错了 行吗 你掐死我 不行不行 说错了嘛 有错就改 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 先生们 好 lady 四个字母lady 女士 复数就把y去掉变成ies 就是一帮老娘们 什么是一帮老娘们 ladies 女士优先嘛 lady first 叫女士优先 嗯 很多女同志 搁一块 ladies 可以 对吗 这这英语还真不错 哎 专门专业 我专业 专业 什么叫专业 外语是我的专业 哦 哎别的语种我也行 还会哪的话 还会哪哪的话都会啊 是啊 日语 日语也会吗 能说吗 这还怎么不能说呢 日语跟英语不一样 英语是字母 嗯 abcdefg 日语是假名 对 阿姨喂 我卡卡卡卡 三次塞塞 从哪里 脑哪脑 都是假名 我给您拒一拒 呦 离磕头就不远了 真是心服口服 哎 当然 日语啊 说出来 其实它都是 我先教你单词吧 哦 日语比如说我 我叫 vatashi 你叫 anata 我们叫 waliwali 就学仨词了 哦 vatashi anata 我 vatashi 你 anata vatashi anata 我和你 嗯 哦 我和你 在一起 we are family 来吧 老师怎么又改音乐课了 咱们音乐也是外语啊 咱们日语吗 我已经教到你 哦 日语 对对对 啊 这也是英文歌啊 哦 也是外语啊 这个老师 我和你 您日语跟人对过话吗 对话 啊 对话呢 经常的呀 哦 比如说见着朋友问好了 叫 哦哈喲 问好 嗯 再客气点 哦哈喲 gozaimasu 哈欠美 马起得 这不问好吗 哦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是是 这不是个人问话吗 好好好 那回嘛 在北京的时候 早晨七点多 我就下楼了 我家楼下有一个早点铺 早点铺我就进去了 你猜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吃早点去了 嘿 跟傻子一样 早点铺我能干嘛 我听相声去 我可不吃早点去嘛 你问我干嘛也不 这不给你发言的机会嘛 你吃早点去了 多好啊 你猜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怎么呢 你说你这 给你机会发言 我又都活不了 再来一回啊 那天我上我们家楼下 有个青岛体育馆 我就进去了 你猜我干嘛去了 吃早点去了 体育馆 吃早点 哎呀 咱您老老是吃早点吧 吃早点我怕说不够嘛 吃早点去了 我在那正吃着呢 打外边进来几个人 我看那意思 那个情况啊 没吃过咱们这的早点 什么特殊早点 哎我看他那意思 好像是有点像外国人 日本人的感觉 吃什么 吃那油条 油条 油条啊 这很简单 大家都见过 两根粘在一块炸 算一根 对 人家买一大堆 不会吃 我一看别让人为难呢 国际有人 咱得出去跟人对话呀 我就冲他们一点头 日本人一听 よし 解决问题 你看看 你给人说的什么呀 就把这油条啊 分明白咯 告诉他们怎么吃 他们不知道是直接咬啊 是四开吃啊 还是吃一闲闲拜拜 他们不懂 不懂 没有吃油条之前还拜拜 不懂我一教给他懂了 怎么怎么给人分的 先打招呼啊 一个 刚是这么分的吗 就是这内容啊 您说我听听 日本人一听 这外语啊主要为了应用 你得跟人说能交流 我要是学学呢 你学也可以呀 德语你会说吗 德语 德语会 是吗 德语会几句吧 德语是吧 会几句 那我问问您啊 德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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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问问这个吧 嗯 你比如说帽子怎么说 德语的帽子哈 注意发音 你会德语吗 我不会 啊行啊 注意听着啊 嗯 他老问我先会不会 你 你要会我就别教了 你要考我 诚心考我 我不敢啊 帽子叫 那 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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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垫着了 没有 没有 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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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这发音不对 dic 啊 德语 诶 你先记着啊 行行行 那那比如这 哎 眼镜 眼镜啊 德语的眼镜叫 bis shamp bis shamp 这坐着是不是有德国人呢 人都懂德语啊 德语 蛋课蛋课蛋课 哎 这鞋呢 鞋 德语啊 鞋叫 鞋叫 挨着挖子 挨着挖子 吃点什么你会说吗 还有呢 哎呦 看您吃什么 吃什么 你看我这人吧 最爱吃的就是栗子 哦 您喜欢吃栗子 对 这个富如皆知 是啊 吃栗子这德语 栗子叫 包里皮吃 包里皮吃 哦 要吃这个 樱桃呢 樱桃叫 脱了祸吃 橘子 橘子 包里皮脱了祸吃 他问的都挺有代表性的 挺好 是吧 嗯 这人悟性很强 哦 嗯 我再问问您 还有什么 棒子面粥怎么说呀 德国没有 对吧 你得按规矩问 你胡问不行啊 德国得有的东西 我能说呀 你把子肉怎么说 德国没有啊 就咱们山东有啊 德国没有 你说这德国没有 德国有 德国没有 我给带过去的 你问的什么呀 棒子面粥 哪没老郁没 那人家不查粥啊 人家 喝 棒子面粥啊 棒子面粥 棒子面粥这德语不好说 嗯 它是这个 我得问清楚了 它是刚熬的呀 还是搁了两天的 发音不一样 你有这么惊意求惊吗 它发音不一样 哦 就刚熬的 刚熬一关火 冒热气那个 对 德语 棒子面粥啊 这么说啊 叫 堂嘴 堂嘴 老师咱们总复习一下吧 没说过要复习啊 这刚才那套 我想再巩固巩固 你复习呢 谁记得住啊 什么 不是我记不住 你问的什么呀 我记得住啊 哦 从那个桃吧 桃怎么说呀 屁事 不是这儿 得意 那个更有用 学德语 德语 德语 复习德语 行 帽子 帽子德语叫 跟刚才说的一样 再说一遍 你慢点说 你根本没慢 没慢吗 再慢 那个德国人就不懂了 脑袋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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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哦 要竹竿挑着点雨伞 对 呵 举一反三 雨伞就叫竹竿挑着 眼镜 眼镜叫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 对 那鼻子下边是口罩啊 你这个人呐 你没有学问 瞎发挥 口罩叫鼻子外边 白戴好几年口罩 对 你戴鼻子下边 那俩直勤的过来了 哎哎哎 戴好点 戴好点 还得戴鼻子外边口罩 鼻子下边是假牙 鞋 鞋叫 挨着袜子 老师您说的太清楚了 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 对 哦 那要是袜子呢 挨着鞋 对 他也会德语 好好好 他也会德语 栗子 栗子包了皮吃 樱头 涂了糊吃 橘子 包了皮 涂了糊吃 行啊你 棒的面粥 刚熬的吗 刚熬的 烫嘴 刚熬的可不烫嘴吗 烫嘴 要放一天的呢 热热 你别跟我这穷对付了 行不行 我怎么对付呢 你这德语 说我们话 一句没有啊你 一句没有 这德语我有 说完你记不住 是 德语太难了 刚我说那个蛋可就是德语 德语 别的话还会说吗 会啊 说的最拿手的 说的比较流利拿过来就说 而且不打磕巴的 哪国话 中国话 对 那你中国人可不中国话吗 不打磕巴啊 对不对 外国话 我那个华国话说的比较好 华国话 你先练练中国话了 中国话怎么 法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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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 对对 对对对对对 非让我说简称 嘴里有头发 这位 我去过法国 法国首都巴西 巴 我在那儿 出去 你那出去干嘛 巴西想话 巴西我也去过 巴黎 巴黎岛 没有这岛 巴黎 巴黎 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是中文发音 是 法语发音叫巴黎 巴黎 巴黎各位有去过的 有个标志性的建筑 嗯 那个塔 对 大雁塔 大雁塔 我在那儿啊 大雁塔在西安 这个剧场不让西安 法国的塔叫什么塔 法国那个塔比大雁塔还有名 对 叫 埃及金字塔 好 对吗 不对 不对 叫埃 埃菲尔 埃菲尔 弹塔 埃菲尔铁 埃菲尔铁塔 对 那个铁塔非常有名 我在巴黎时候就住在铁塔区 我住铁塔区 有这区啊 有啊 还有铁塔区 头回厅 你没文化 嗯 刚才说那个大雁塔 你拿高德一查 西安市雁塔区 雁塔区 对不对 同理可证啊 巴黎那铁塔就在铁塔区 铁塔区 哎 我就住那铁塔区 原来我住巴黎圣母院 住母院区 后来房租涨了 我搬铁塔区了 你应该住在母猪区里 我不愿意跟你当邻居 我在那儿住 后来我回国之后啊 就回忆那儿的生活 写了一个小品文 嗯 法语写的 叫巴黎的早晨 哎呦 那儿生活的点点滴滴 说英文叫 The morning in Paris 就是巴黎的早晨 我法语写的 我法语写的 那你在我这儿 给我们背诵背诵的 背诵我这个法文的小短片 好 可以 嗯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您哪位懂法语 啊 如果说我背的过程当中 哪个语法呀 修辞啊 或者不太妥贴的地方 希望您各位懂法语的朋友 希望您千万别管啊 你辞的不让人管 哎我开始了啊 通常说个不毛 你还请我把我法语 我的面别 我还得多比上 我许多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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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啊 完了啊 谢谢 很短很短 你这法语说出来怎么跟 你哪儿跑电了是 不是这意思 就是法语 因为你听不懂 我学法语 我再慢点跟你说 你就听懂了 来来吧 投一句啊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老师这朋友们 我都听出来了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朋友们如果你不忙你 哎 后边不忙是法语 二句 还是听我把话发 还是听我把话发 哎 发话用法语 那法语咱听听吧 关键单词 我是每天 你慢点 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 对 你喝老豆腐 再骗人日本人油条去 对 后边 烧饼油条摆 烧饼油条摆 我听出来了 嗯 这摆 在那摆着 摆着 烧饼油条摆 后边 服务员很忙你 什么 服务员很忙你 再慢着说 服务员很忙你 啊 服务员是很忙的 服务员是很忙的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 对 喊什么 这是谁买的饼 这是谁买的饼 我就是我 我 撒烧饼俩油条 嗯 最后一句吃完了 排玩都拿去吧 连着是法语啊 跟法语一样 来一来 朋友如果不忙你 他开始听我报告佛 我这每年别人 喝了豆腐上面 油条包 佛务员很忙你 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 谁买的饼 我就我 撒烧饼俩油条吃完排玩都拿去 就是